你为什么被偷后场老是退不了或者是接不着 就是你们第一缺了这个观察 首先每一个业余爱好者要发后场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大动作的引牌 因为他们不会用上这个小动作的发力 所以还要大动作引牌然后再发力 所以这个时候你眼睛看到他的动作稍微大点了 那你们就要准备往后退了 第二你们准备的时候 这个双脚要稍微内扣一点点 尤其是左脚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当对手一偷后场的时候 你的左脚可以往前一踩 然后推动你的重心往后退 所以快一点的感觉就是准备 爱头踩 你就往后退就可以打 所以整体的感觉是这样 你是不是每一次当对手一杀球杀高了以后 哎你就防不了 这个首先是你们的准备动作 你的拍子放的太低 所以导致人家一杀高了以后 你要从这举上来 太慢了 这个过程太长了 所以你们准备动作 尽量让这个拍子放在你们胸口的前面 因为这样的话变成你去上也快 去下也快 各个地方四面八方都可以很快 所以你这样准备 当对手一杀你就可以立马举拍 这样去打 这个就是你们最核心的问题 准备动作出现问题的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 那么你 我们这个拍子 这个拍子 真的 就对吧 这段电影